教室都无所需从 部落青年的歌声响彻山谷 这是马家乡瓦达部落产业发展协会 在旧马家桃花园举办樱花音乐祭时的画面 现场设有手工艺品 农特产品等摊位 推广部落产业 我们要推我们部落的产业 部落的产业这个平台说真的是比较少 那我们要如何把部落产业推广出去 那刚好这边我们有种了很多的樱花 也有这个录影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让人家我们让我们的观光客 能够来这边来享受这个美景 立委武丽华受邀参加樱花音乐祭活动 他表示旧马家的自然生态更迷人 近几年也发展多元产业 例如咖啡 李子 红梨 露营区等 带来旅游人潮 不论是桃花 礼花 杏花 或者是现在的樱花 其实都非常的繁茂 那在这里呢 也都会在假日有很多的游客前来 所以陆陆续续这几年 也因为露营场的兴盛 所以很多人都回到这里 也整理土地 就是把这里的美好分享给外面 那因为我们的露营场合法化之后呢 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 想要透过这个合法化之后的经营模式 让更多的人认识这里 因此透过今天像这样的一个樱花祭的活动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个地方 年初至五月是旧马家部落的赏花祭 樱花 桃花 杏花 吉里花接力登场 除了赏花之外也可以爬山 露营 休憩 吸引山友造访 就很舒服啊 就是还蛮放松的 可以在那边就是很自在这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露营地 很放松的地方 马家乡瓦达部落产业发展协会 结合部落小农集青年的力量 透过樱花音乐界活动 展现部落观光价值及特色风貌 也宣告旧马家的花季即将登场 关于游客上山感受大自然的疗愈力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